这是我见过最嚣张的杀人犯 昨晚刚杀了名妇婆 第二天就跑来警局自首 还一脸得意地描述着杀人过程 怎么杀人呢 昨晚大概11点多 当李兰下车 我就从后面跟上 把她杀了 用什么杀的人 刀啊 什么样的刀啊 做饭用的刀 说着还比划了一下刀的长度 女警小美看她这蛮不在乎的样子 便陷入了深深的怀疑 正当她准备继续询问时 却被小伙突然打断 她指明让刑警队长张海峰来问话 否则她什么都不会说 小美无奈只好去找张海峰 但此时的张海峰已经休假两年半了 自从她女儿躲躲意外去世 便整天颓废在家 小美好说歹说 才把她重新劝回了警局 可当小伙见到张海峰后 却更加地嚣张起来 表示今天晚上10点半还会有人死 张海峰顿时感觉有点莫名其妙 本就没多少耐心的 她当即就要起身离开 就在这时小伙突然问她现在几点了 得知已经过了12点后 小伙却一反常态地哭了起来 她说自己并没有杀人 这一切都是别人指使的 昨晚她刚下班就收到了女友被绑架的视频 之后凶手便以此威胁她来警局自首 不然的话就撕票 刚刚所有的话都是对方交的 包括12点后说出全部事情 还让她告诉张海峰一个日期 听到这张海峰再也绷不住了 女儿的死是她的一生之痛 她发疯般地掐住小伙的脖子 质问她到底还知道些什么 小美见张海峰情绪失控 连忙让同事将她拉了出去 冷静过后张海峰意识到案件没那么简单 而且凶手是针对她来的 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是小伙说的下一个命案现场 于是几人决定先去看看 然而等他们前脚刚走 小伙突然口吐白沫抽出了起来 同事见状立马将她送去了医院 事后小美得知情况后 虽然大感意外但也没说什么 此时一旁的张海峰觉得事有蹊跷 于是提议和小美兵分两路 让他们继续赶往现场 自己则去医院查看情况 可等她赶到时 手术室里早就没了小伙的身影 这时她收到一通小伙的变化 变化里对方表示在病床上留了张照片给她 张海峰拿起照片 上面被绑架的人正是她的前妻 小伙威胁她必须30分钟内赶到和平大厦 另一边小美也赶到了命案现场 但男人早已身亡 她立马打电话给张海峰 两人得知了对方的情况后 瞬间意识到他们都被这小伙给耍了 不久后张海峰来到和平大厦天台 果然在这见到了小伙 还有被绑架的前妻 小伙名叫张冰冰 好在此时小美已经带人赶到楼下 于是她打算先拖延时间 然而张冰冰却笑着摇了摇头 然后拿出手机上的炸弹定时器 告诉张海峰所有人都得死 因为这颗炸弹早已装在了小美一行人的电梯上 张海峰意识到这次麻烦大了 没想到眼前这个看似温弱的小伙 竟是个十足的变态 正当她不知该如何是好事 事件突然出现了转机 只见前妻正开束缚 可怎料张冰冰察觉后瞬间开枪 并且还引爆了定时炸弹 就这样所有人集体领备恶弹 但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一切才刚刚开始 只见张海峰突然从自家小饭馆惊醒 看着周围熟悉的环境 难道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梦吗 刚才梦中自己被一个长相 酷似陆寒的变态杀手一枪毙命 而老婆和队友全都被此人设计炸死 由于梦境过于真实 张海峰甚至怀疑自己穿越到了案发前 想到这他立马冲进厨房查看 幸好所有刀具都在 看来真的是一场梦 可当他转身走出厨房时 身后一个黑影悄然闪过 顺走了其中一把尖刀 等张海峰发现时 时间已经过去了15分钟 他意识到自己可能真的穿越了 于是连忙打电话给前妻 让他明天无论如何不要出门 紧接着他便迅速赶往案发现场 但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女人已经遇害 看着地上的血迹和刀具 张海峰判断凶手应该刚走 他让赶来的保安去报警 自己则去追捕凶手 好在对方没有走远 张海峰见状立马追了上去 但男人似乎非常擅长唱跳 三两下就被他给逃脱了 无奈的张海峰只好先回案发现场 他告诉小美地上的死者叫李兰 凶手是一个叫赵冰冰的壮汉 让他赶紧派人去调查 然而还没等他们行动 赵冰冰就改变了计划 他并没有杀掉下一个受害者 而是将其绑上炸弹藏在了一处下水道 还将视频发给了张海峰 威胁他一个小时内抵达和平大厦 张海峰意识到时间线被改变了 有了上次的前车之鉴 这次他不再鲁莽 开始仔细分析受害者的位置 通过视频的背景声 判断出人质是在马拉松路段的下水道 而且从光照来看应该是乌水井 最终经过警方的多方排查 终于找到了人质所在位置 但炸弹已经来不及拆除了 只能带到空地引爆 可这附近又都是居民楼 张海峰只好带着炸弹一路狂奔 千赶万赶来到了湖边 在炸弹引爆的最后一刻扔进了湖里 事后人质被警方保护了起来 也并没有像之前那样被杀害 男人名叫傅吉亮是个大学教授 他说自己并没有仇人 而且对学生都挺好的 特别是女学生 另一边张海峰再次去劝告 前妻不要出门以免被人绑架 但前妻却以为海峰在纠缠自己 根本不相信他说的话 结果刚一出门就被绑架了 第二天赵冰冰就嚣张地坐到张海峰面前 还一脸淡定地坐在他的身旁吃早餐 而且赵冰冰好像还是故意的 张海峰决定先探探他的底 而赵冰冰果然是有备而来 张海峰拿起手机 发现照片上被绑架的人正是他前妻 沉默片刻后 他故作淡定地表示自己早就离了婚 还一脸不在乎的人回了手机 可赵冰冰似乎对他非常了解 坚持让他带着人质负质量来交换老婆 一副吃定他的样子 张海峰经过深思熟虑后还是答应了下来 但这并不是妥协 他提前让小美带着多名狙击手一同赶往和平大厦 还特别关照他不要乘坐电梯 因为上一次他们几人就是被电梯里的炸弹团灭的 随后张海峰压着富吉亮来到了和平大厦的天台 然而赵冰冰并没有打算交换人质 而是扔出一把菜刀 并让他亲手杀了富吉亮 张海峰出奇地没有拒绝 拿起刀果断地逼向了富吉亮 看到这一幕 赵冰冰不受控制地尖笑起来 但张海峰并没有动刀 而是一把将对方推了下去 直接掉落在事先安排好的救生殿上 这一切正是张海峰的计划 此时赵冰冰以为计谋得逞 嚣张地说出了张海峰女儿的死因 原来两年前他曾将人推下了悬崖 本以为是场完美的犯罪 却不料被张海峰女儿看见 女孩惊慌失措下想要逃跑 没想到竟同样失足坠下了山崖 张海峰终于知道了全部真相 这次他说什么也不会放过赵冰冰 与此同时远处的狙击手已经就位 张海峰也通过手机震动得知了讯息 于是打算激怒他露出破绽 果不其然他成功拖住了赵冰冰 远处的狙击手也趁机开枪 紧接着大批武警赶到将赵冰冰制服 正当众人以为一切都尘埃落定时 然而赵冰冰在救护车上却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原来这辆车提前就被他安装了炸弹 而伴随着强烈的爆炸声 老张又一次死在了赵冰冰手里 紧接着他便从梦中惊醒穿越到了过去 但这次并没有穿越到昨晚 而是回到了两年前 这时的他还是警队的荣耀 刚刚和小美办了一起大案 就连头发都支愣了起来 看着镜中年轻的自己 他忽然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 那就是两年前自己还没有离婚 而且自己的女儿咄咄也还活着 跟同事确认完女儿确实还健在 张海峰终于放下心来 回家后他将女儿紧紧抱在怀里 这一次无论如何都要保护好女儿 以及自己跟老婆的婚姻 可等他第二天醒来时 却发现老婆女儿都不见了踪影 他急忙给老婆打去电话 幸好只是虚惊一场 老婆正在上班 朵朵则在学校上课 不过学校通知下午有一场户外写声课 地址是中山广场 得知两人不是去爬山后 张海峰便放心地回到警局 开始调查起赵冰冰的资料前课 但档案里却并没有这个人 突然这是同事说附近有人闹事 地点是在中山广场 张海峰顿时心头一颤 这不正是女儿写声课的地方吗 他急忙带人赶了过去 四处搜寻着朵朵的踪迹 可这里只有一些闹事的人 他意识到不妙连忙拨通了老婆电话 果不其然此刻老婆正带着女儿 前往两年后出事的地方 没想到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恰好这时大巴车驶进了隧道 两人的信号被中断 无奈的张海峰只好去车赶往地点 一路上他打了无数次电话 但却怎么都打不通 不久后学生们已经来到了山上 老婆终于接到了电话 但山里的信号好像不太好 于是他走到山顶上去接 将女儿一个人留在了原地 张海峰直接告诉老婆即将发生的事 警告他一定要看好女儿 女儿现在有危险 然而老婆却不以为意就挂断了电话 谁知他刚挂完电话 就看见女儿惊慌失措地朝山下跑去 而且怎么喊都不听 紧接着就传来一声惨叫 女儿也不知了去向 等到张海峰赶到时 不远处已经围满了人 好在女儿并没发生意外 而是被一个小伙救了下来 不过就他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赵冰冰 张海峰怎么也不愿相信 这个曾经害死自己女儿的凶手 这次居然救了朵朵 难道时间线又改变了吗 回去后张海峰百思不得其解 但回想起白天聊天的一幕 却令他陷入深思 因为张冰冰表示自己是一个人上山的 可如果他真的是一个人上山 那么就说明朵朵没有见到赵冰冰杀人 事情变得越来越不同了 这个男人是个老色批 唯一的爱好就是班里的女大学生 为了满足自己病态的欲望 他总会故意让漂亮的女学生挂科 然后再进行一对一辅导 不少女生都深受其害 这天他又收到了一张小纸条 上面写着今晚十点见面 看着这清秀的字体 男人心领神会地收了起来 可当他晚上笑眯眯地赶来赴约时 结果却看到了可怕的一幕 第二天警局就接到报案 男人惨死在了教具室 老张赶到现场后 一眼便认出了这人是负极量 而且脖梗上的伤痕 和之前李兰的死法一模一样 看来赵冰冰已经开始提前杀人了 于是张海峰当即来到医院 找到了如今身为儿科医生的赵冰冰 但对方似乎早有准备 拿出了自己的不在场证明 是一张电影票 而且观影时间恰好是晚上十点 虽然他知道赵冰冰就是凶手 可如今没有证据之好暂且离开 随后他来到电影院查看监控 确实看到了赵冰冰的身影 但张海峰并不想就此放弃 他又让人调取了附近车辆行车记录仪 还有当地的监控摄像头 果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黑衣人 赵冰冰总是能镇定自若地回应着 随后他拿出昨晚监控里看到的黑衣人 但赵冰冰却失口否认是自己 就在张海峰无计可施时 警队小美拿到了最新线索 行车记录一上拍到了黑衣人的正脸 然而这人却并不是赵冰冰 张海峰又一次陷入了谜团之中 经历过两次穿越的他 看来还是低估了赵冰冰的犯罪能力 如今这起案件彻底没了线索 张海峰只能放人 另一边警局调查了死者傅吉亮的身份背景 发现他曾是某家化工厂的会计 而化工厂老板正是当初被杀害的李兰 张海峰意识到这应该就是赵冰冰的杀人动机 于是他们找来当初的工厂员工了解情况 这才得知原来李兰是个黑心老板 为了谋取暴力曾大批量生产不合格的药剂 导致许多员工患上了恶剂 而其中的罪魁祸首还有一个人 此人现在在市中心开了一家画廊 名叫杜朝阳 张海峰意识到这人应该就是下一个受害者 连忙带人赶了过去 然而最终还是晚了一步 杜朝阳已被刺杀 现场还有一个帅气的小伙 于是张海峰便把他带回了警局 小伙名叫刘雨琪 他说自己并没有杀人 只是硬邀去谈一场生意 谈完后准备离开时忽然发现有东西落下了 返回去拿就刚好撞见被杀害的杜朝阳 张海峰只好问他认不认识赵冰冰 可刘雨琪听到这个名字却迟疑了几秒 然后说自己不认识 张海峰一眼便看出此人在说谎 随后他调出了画廊的监控 发现凶手确实另有其人 但没有拍到正脸 不过从作案时间来看 刘雨琪返回途中肯定见过凶手 估计是在隐瞒着什么 为了不打草惊蛇 张海峰决定先把人放了 然而就在这时 刘雨琪的女友小萌突然赶到 张海峰见到后 立马想起了在电影院的监控上 也曾出现过他俩的身影 看来这两人和赵冰冰绝对脱不了干系 于是等他们走后 张海峰当即安排人着手调查 回去的路上小萌问 男友真的没见过凶手吗 刘雨琪依旧说着没有 然而他不仅见过 还认出了凶手就是赵冰冰 不过小萌早就知道他在撒谎 因为他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而这一切都是他与赵冰冰串通好的 这天老张只是去了趟厕所 果不其然老婆女儿就再次被残忍杀害 他知道凶手就是赵冰冰 但却因没有证据而无法抓捕 借连经历失去嫁人的痛楚 张海峰也决定以自己的方式复仇 第二天他便辞去警察的职位 独自找上了花店老板孙小萌 因为他知道此人跟凶手有着莫大的联系 然而孙小萌依旧揣着明白装糊涂 就在这时刘雨琪突然赶到 作为男友的他当即护在小萌身前 但张海峰根本没把他当回事 而是直接下狠话 让凶手赵冰冰今晚来老房子见他 否则后果自负 晚上张海峰提前来到地点 可等来的人却是刘雨琪 他大方承认了自己的确认识赵冰冰 但这对于张海峰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 甚至他已经猜出刘雨琪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保护孙小萌 听到这话刘雨琪没有否定 并告诉张海峰给自己一天时间 只要过了今晚 我就告诉你赵冰冰为什么杀你的原因 最终张海峰同意了他的请求 可回去的路上 刘雨琪却让人买了两张飞机票 他想带着孙小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可他却高估了自己在女友心中的地位 孙小萌虽然嘴上说着爱他 但却始终不愿离开这座城市 原来小萌和赵冰冰有着密切的关系 他们从小一起在孤儿院长大 一起上高中 这些年来小萌一直跟赵冰冰有一腿 他经常来花店里买花 小萌却假装不认识他 表面上赵冰冰是一个医生 背地里他是一个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他们一起构建了一个很隐秘的世界 而这个世界绝对不允许外人探索 但当刘雨琪说出这些秘密后 下一秒小萌进就要除掉他 刘雨琪怎么也不愿相信 自己只是想做条保护女友的田狗 最终却换来了这样的结局 可看着小萌楚楚可怜的模样 他还是选择原谅了对方 好家伙 这应该就是身为田狗的觉悟吧 不久后他就凉透了 紧接着二号田狗赵冰冰赶来 替孙小萌收拾了残局后 两人开车来到江边 将打包好的刘雨琪扔了下去 原来之前赵冰冰杀害的所有人 都是在帮孙小萌报仇 但这次他们注定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 第二天警方就在江里发现了刘雨琪 并通过小区监控锁定了嫌疑人孙小萌 如今证据确凿 即便他在伪装也无济于事了 最终在小美的逼问下 他说出了全部真相 一切的起因要从2004年说起 那时的他患有一种罕见的疾病 父亲为了替他治病于事 向工厂老板借钱 结果却被李兰等人陷害 骗他签下了劣质药剂的合同 最终导致父亲应当入狱 这便是孙小萌要杀害几人的原因 但不久后一个神秘大佬突然出现 将父亲从监狱保释了出来 作为条件 他必须加入某种药物的研发团队 父亲本以为遇上了好心人 却没想到掉进了另一座监狱 而孙小萌则被人送进了福利院 也就是在这里 他结识了性格孤僻的赵冰冰 一年后父亲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日子 于是打算制作炸药离开这里 并偷偷写信给女儿小萌 约他6月5号在火车站路口见面 计划当天父亲成功炸毁了实验室 并趁乱从里面溜了出来 可就在接女儿的途中还是被神秘人发现 心急的他意外撞上了路边摊 这一幕恰好被当年的张海峰看见 二话不说也追了上去 结果在穿过火车道时 父亲发生了车祸 而此时孙小萌就在不远处目睹了 父亲被火车带走的惨状 并把刚刚赶来的张海峰误认为是杀害父亲的凶手 所以他也要张海峰长寿失去亲人的痛苦 最终孙小萌因为脑子有史被判处了死刑 赵冰冰得知这个消息后也不打算赌火了 直接跳江自尽了 而张海峰之所以一直没出现 是因为他走进了穿越节点 在这里已经死去的刘雨琪向他解释了一切 原来这是一场记忆回溯的实验研究 现实中张海峰失去亲女后 受到了严重的心灵创伤 于是成了第一批志愿者接受治疗 每当他在记忆中陷入危机时 便会穿越回过去继续修复 张海峰得知一切真相后 接着穿越回到了2004年 这一次他没有和老婆结婚 而是领养了福利院的赵冰冰 将他变成了自己的儿子 好家伙这是属于变相复仇吗 喜欢视频请点赞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 这才是天才该有的推理 少年注意到画廊中的一幅名画 吊绳于铁钉间存在一厘米的偏差 他便猜测这幅画可能是艳体 紧接着少年慢慢闭上眼睛 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了案发现场的画面 罪犯先是用特殊工具将两边划开 接着再将弓弩蓄势待发 然后配合红外瞄准镜 将吸附装置准确地命中到名画上方 这是一幅假画通过工具来到走廊中央 巧妙地把真画与假画进行了180度的交换 最后这张赝品就这样留在博物馆里 而真画则毫无痕迹地落入罪犯手中 整个计划进行过程中 罪犯仅仅只花了18秒 等一下 这幅画是假的 可工作人员却不这么认为 对方只认为是小屁孩在胡闹罢了 而少年为了互助现场不被破坏 还差点和工作人员产生冲突 但这样做的下场就是他被送到警局问话 不过让罗队长感到奇怪的是 少年明明是法学专业的学生 怎么会对美术绘画这么着迷 罗队在仔细思索了一会后 最终决定让少年去看下这幅作品 或许能找到一些线索也说不一定 还为此专门请来了一位专业人士 其实在罗队还没把少年带到警局前 他就察觉到了一丝不寻常 原来根据少年的档案来看 对方的名字是庄文杰 他幼年时期就失去了双亲 而他的父亲恰好正是臭名昭著的偷盗犯庄要摆 有了这样的身份背景 罗队很怀疑文杰会不会才是那个透明化 睡帘的人 不过专家在检查过程中闻到了一种怪味 专家解释里面有一种许康草的味道 而在国内用许康草味色素的画师一般仅在街头才存在 难道作案凶手是街头画师吗 接着罗队顺着线索在街边找到了一位姓马的画师 罗队接着直接开门见山 我是慕名而来想跟您寻复画 画师一听果断来了兴致 可就在他询问是什么画师 罗队便直接拿出那幅丢失的画 可画阴刚落画师就气冲冲逃走了 紧接着埋伏已久的警察纷纷现身 三两下就将画师给暗倒在地 不过一进警局里 画师就表示自己并没有做犯法的事 就是前段时间按要求帮人画了幅画而已 而且全程他连个人影都没有看到 从始至终都是电话沟通 可当他被问到对方的名字时 画师却说那人的名字叫文杰 而同一时间的文杰刚回到家 却发现自己的家里闯进了一大堆陌生人 文杰 都长这么大了 来坐 而他眼前的男人不是别人 正是背后盗走睡帘的罪犯丁生火 并且他还是文杰父亲生前很要好的朋友 这次丁生火的来意是想让文杰跟他一起干 可正义凛然的文杰一口拒绝 他并不想与犯罪者同流合污 丁生火见他不时去于事便开始玩起因的 原来早在他来文杰家之前 他就提前把风声托人传给了罗队 而且那副真的睡帘则被他藏在了文杰的家中 现在文杰根本来不及寻找了 而如果他不同意加入 等到罗队赶到他家搜查到睡帘时 那么他也一定会被认定为盗窃犯 说完丁生火就带着小弟悠然自得的离开了 只剩他一个人孤零零的留在那里 文杰这下危险了 要么同意加入犯罪集团 要么留在这里自生自灭 这时他忽然发现本应整齐的配料盒 有一个把手的方向被人移动了 接着当他掀开桌布时 果不其然上面留存着对方来不及擦的脚印 他这才反应过来 对方肯定是把真话藏在了天花板里 而当他站上桌子打开顶板时 果不其然找到了一个古怪的箱子 然而当他正要打开的时候 屋外传来了罗队的敲门声 这下文杰危险了 为了不引起警方的怀疑 他也是立即开门将罗队迎了进去 而桌上的画作也恰好引起了罗队的注意 罗队殊不知这是文杰的障眼法 而真正的睡帘正摆在几张纸的下面 可他接下来的谈话却吓得文杰冒出一身冷汗 罗队表示假话的画师已经抓到了 对方叫马三你认不认识 可文杰就是不肯松口 表示根本不认识马三这个人 罗队并没有太过为难他 在简单的了解下后就离开了 对方走后文杰这才长舒一口气 紧接着第二天 罗队就收到了文杰寄来的纸盒 里面不仅装有偷走睡帘罪犯的花香 甚至这幅真睡帘也完好无损地寄来了 罗队立马展开调查 很快就找到了这些嫌疑犯的背景资料 而这时罗队却突然收到文杰打来的电话 里面那人的声音不是别人 正是犯罪团伙中的艺人 他把文杰逼到厕所的角落威胁他加入 可对方却不知 他的一系列谈话都被警局的人听得一清二楚 这也让罗队立刻意识到文杰正在遭受到犯罪团伙的裹挟 但就在这时 白毛注意到文杰戴着的耳机发出一阵红光 这让他立即起了疑心 但好在文杰很激烈 在兜里很快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而就在白毛抢过耳机打算检查时 文杰又趁机打开软件播放歌曲 听着里面周杰伦的歌曲 白毛这才松下了警惕 不过他还是要检查下文杰的手机通话 最终白毛这才打消了疑虑 带我鉴定生活 接着白毛带文杰上了车 随后将他的手机没收装在一块盒子里 而为了不暴露行踪 甚至给文杰戴上特制的黑色眼罩 那边罗队长已经察觉了失态的严重性 立即派出了附近的警员跟了上去 可当他们一路跟踪到停车场时却跟丢了 罗队情况不对 车不见了 罗队知道要出事了 于是立刻派人堵住了出口 但除了一辆卡车从中驶了出来也并没有其他的车 罗队我们跑了一圈 车库只有一个出口 但那辆车就是不见了 原来是白毛在开进地下车库后 随后又将车开进了同伙的卡车里 很快卡车来到了一家破旧的修车铺 俗话说越是凶险之地就越是安全 而此处也正是犯罪团伙的大悲 而丁生活之所以要把睡帘藏在文杰家 这只不过是在考验他的智慧 昨天晚上 你不是成功地瞒过了警察 这就是天赋 紧接着文杰就被要求回到家取话 不过就当他要打开门的时候 却发现锁眼的位置被人动过了 因为他每次都是横着开门 很显然屋里应该早已进了人 而那人也很有可能正是罗队 为了提醒里面的人赶紧撤退 文杰于是有意地制造大声动静 一进门他就看到了卷起来的桌布 这一定是罗队长的标记 接着他找借口要关上窗子 还真找到了躲在暗处的罗队 更是瞬间明白了罗队的意思 然而罪犯的警惕性却远超预料 他眼睁睁地看着白毛走到窗台前 文杰的心简直快跳到嗓子眼里了 还好白毛仅仅是把帘子拉开 而且也并没有注意到外面的罗队 而文杰趁着白毛不注意时 他快速地把箱子翻过来 顺利地将罗队留在这里的窃听器取下了 而两人上车后 文杰悄悄地把那颗窃听设备取了出来 当他戴上眼罩时 也是趁机将东西塞入耳朵 我们正在监听你那边的现场情况 我们这次的任务 就是要弄清楚丁生火等人的最终目的 听明白的话你跟司机说句话 在座的警员对文杰的机智都很满意 原来早在文杰失踪后罗队就深深明白 必须得提前把睡帘放回文杰家 不得不说罗队太机智了 而丁生火之所以费了如此的劲 想拉文杰入火 就是想让文杰将真正的睡帘 卖给一位富豪 对方名叫廖德通 最大的爱好就是喜欢收藏古丸 他有一个精心设计的保险箱 凡是收藏在这儿的古丸 除了他本人以外 即使是一只苍蝇也无法进入 而文杰正式打开金库的钥匙 你爸是装药牌 廖德通信他吗 接着丁生火从一幅画中抽出一个神秘的装置 这是德国那边研制的新玩意儿 专门屏蔽和干扰电磁信号的 安检一都测不出来 原来他打算下把大旗 他想通过文杰将这副带有装置的睡帘 与廖德通达成交易 之后廖德通肯定会连同仪器放进保险库内 而这时他们在按下启动设备的电钮 那样无论里面的安保系统在先进 他们都能轻松地将里面的宝贝盗取了 果不其然文杰将睡帘卖给了廖德通后 廖德通也是毫不犹豫地把他藏进了保险库里 而他前脚刚走 藏在画卷中的机关也立刻被启动 炽热的温度让整张画都燃烧了起来 顿时就触发了保险库的安保系统 随即犯罪小组火速行动 可他们恐怕怎么也想不到 罗队早就带人在保库的门口做好了准备 原来在廖德通收下睡帘后 警方就以非法收购文物的罪名将他抓捕 而他也很乐意配合警察缉拿罪犯 这时当保库的门被打开 罗队就被眼前的一幕弄得整个人愣住 保险库中不但没有罪犯的身影 反倒是烟雾缭绕在整个库内 他这才反映过来丁生活的狡猾之处 而与此同时 一道肛门缓缓展开出现在罪犯团伙面前 我装在卷轴里的根本不是电磁干扰器 而是隐然装置 就是为了切断这里的安保系统 两个金库装的是同意联网的安保系统 紧接着丁生活要使出他的偷窃本领破解眼前的门 这时文杰也抓住时机 把一个烟缸悄悄塞进了口袋 而就在他打算将他扔下楼提醒警察时 说文杰 你要干嘛 太闷了 我开窗户透透气 丁书里边 需要安走 而就在丁生活破解完大门后 库里展现的竟只是一台不起眼的电脑 而他们想要盗取的正是 廖德同藏在电脑里面的绝密资料 随即他们把资料发到了一个神秘的邮箱 在做完这一切后 丁生活取出一瓶浓硫酸 随即盗在瓷盘上将东西全部破坏 文杰则是满头雾水 你这么费劲把我逼过来 就是让我看你怎么犯罪 你看这些柜子 我还有一件 有一件紧急的事情需要你帮忙 看在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文杰 这只老狐狸终于原形毕露了 原来十年前文杰的父亲庄耀柏 曾经也将丁生活留在了一间保险库里 最终害得他在监狱里待了十年 丁生活想要付债子长 他要让庄耀柏的儿子也尝尝这样的滋味 紧接着就关上了防盗缸门 最终文杰就这样被关在了金库里 随即他们还开启了抽养模式 要是文杰不能在十分钟之内逃走的话 他就会因为缺养而窒息 所以他必须拼死一搏 接着文杰一把扯掉了脖子上的项链 把它插到一个插口上 然后使出吃奶的劲 幸运的是罗队在检测器上发现了这股强烈电流 随即就命令部下开始寻找 廖德同办公室 罗队想起了廖德同的话 整个集团都是使用同一个系统 他这才终于明白 随即就开始叫人去往廖德同的办公室 这时丁生火正悠闲地搭乘电梯下楼 而下一秒他刚到楼下救门圈了 罗队总算把这个狡猾的家伙逮住了 并还在千军一发之际打开了保险库的安全门 文杰也终于在这一刻被拯救了 但后来随着调查的深入 他们发现丁生火把电脑给破坏了 但却根本不知道他窃取了什么内容 而远在另一边的神秘人正在接收着丁生火发来的邮件 内容是一张看似普通的名单 然而里面的名字却是全球各地富豪的名字 这么说丁生火并不是幕后主使 可他一进审讯室 丁生火就坚持要和文杰见面 并且他还在警方的监控之下 偷偷地用手指把摩斯密码传给了文杰 还对文杰进行了恐吓 如果你想弄清楚父亲的死因 就要为我办一件事 可当罗队看着审讯录像时 他还是不能理解文杰怎么会突然这么激动呢 这时他们发现了丁生火的小指 罗队这才恍然大悟 丁生火果然是在暗中输入了摩斯密码 于是他果断安排行政部门24小时暗中盯着文杰 可他们还是太小看文杰的智商了 最终他趁着去洗手间的时候 悄悄地从医院逃了出来 可就在他从商店出来结账时 却注意到荧幕上反射出的光影 发现一个警察在后面跟踪 无奈下他只好再回到了医院 而跟在后面的警察也马上向罗队汇报文杰的反常表现 现在的罗队也并非能完全信任文杰 因为这个年轻人身上有太多的秘密 他究竟是处在正义的一方 或者是邪恶的一方吗 现在还不是下结论的时候 而为了能从警察的监视下逃出去 文杰注意到了医院每天的查房时间 他发现自己只有两个小时的机会 紧接着他穿好便装到了冰生活所说的地方 并且顺利地拿到了隐藏在衣橱中的盒子 不过就当他准备要离开这里时 却出现了一个神秘的女人 这不是你的东西 可以 可以 但你得先告诉我真相 装药板是死是活的 有些事 你还是不要知道 没想到女人不讲武德 不仅不说出真相 甚至要把文杰的箱子抢过来 最终文杰不慎地被他拽入了泳池 文杰竭力阻止 可对方只是提醒了他一句 你知道的越多就越危险 你周围的人都会跟着遭殃 今天晚上我会假装不认识你 但下一次你就不会这么幸运了 此刻时间不多了 文杰急着要在时间内赶回医院 可不料这时罗队已经带人来巡查了 他从屋外的玻璃望去 却发现里面的窗户已经打开 意识到人不见后他直接冲了进去 我问你装文杰呢 但就在这时 只见文杰拿着毛巾从洗手间走了出来 罗队 你们怎么来了 他本以为自己这次隐藏的天衣无缝 却不想罗队竟还是找到了两处一点 一是洗澡后玻璃上竟没有起霜 二是为什么洗澡要不关窗户呢 大半夜洗澡不关窗户 等着感冒 原来刚才在警察进来之前 文杰就用铁钩从外面翻窗而入 并很快地把自己的衣服穿上 而警方离开后 这时只见他掏出背包藏着的盒子 原来当时在他发现衣处里的东西后 就察觉到了女人的脚步声 而女人从他手中抢走的也不过是个空箱子 真箱子则被他藏进了背包 可里面却只有一个掌纹和一个红膜片 拿东西的时候 庄文杰也在 他怎么会在那儿 不停车 但他以为我是老定抬过来的 难怪 老定不知道你一直就是我的人 所以 想要借你的手 来除掉庄文杰 此刻另一边的女人 把自己批成了工作人员 然后拿出设计好的芯片 放入卡背面的凹槽处 再利用伪造好的工作证 轻而易举的就进入了集团大厦之中 这是我的证件 这次怎么换人的呢 是押运物品的级别不同 总部派出的监理员 级别也会不一样 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就是为了偷走那价值连城的珠宝月神之类 而且更细节的是 他在手提袋中放有了干扰信号的装置 等保安察觉不对时 也根本无法联系随行人员 这样他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入交易所了 但他没有意识到警察已介入此事 并且刚从医院出来的文杰 也从护送的警员那里得知了此事 接着文杰一下车 他没有选择回家 而是另叫了一辆计程车 准备去交易现场调查情况 而根据他的推测 那人很有可能和那晚的女人有关 而与此同时 女人首先打算要验证下眼前的这位富豪 随即让富豪的妻子 用左手的掌纹开启了密码箱 最重要的环节来了 因为这条项链是暗扣设计 佩戴很是不方便 女人便提出自己可以帮忙 而这也是她唯一利用的机会 她随即用两秒的时间 就把项链给顺走掉包了 而对方戴好项链后 女人又表示月神之泪 只有到了夜晚才能像星光一样闪耀 然而就在灯光熄灭的一瞬间 女人又趁机火速来到女厕 换上了事先准备好的衣服 紧接着就潇洒地离开了现场 等她下了电梯时 恰好迎面撞上了赶到的文杰 文杰这才恍然大悟 她就是那晚碰到的那个神秘女贼 紧接着她立刻就追了上去 而就在这时警方也赶来了 眼睁睁看着女人已经逃跑 然而造花弄人的事 最终女人重重摔倒在地 接着她拖着遍体鳞伤的身体 来到了一处施工现场 想借民工的服装糊弄过去 跟在后面的文杰发现了她的踪迹 接着便跟着女人来到了天台上 并试图让对方说出 关于十年前的真相 别想着替你爸报仇了 报仇 你是说我 我爸是被害死的 而不是因为意外 原来你什么都不知道 然而下一秒 只见警察们也陆续赶到了这里 接着女人趁着文杰不注意 拿起铁棍就劫持了她 紧接着又说出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现在想靠近的 是我拼了命想逃离的 说完她一把将文杰推到了一边 随即就从天台上跳了下去 但好在文杰及时拉住了她 然而最终还是因为没抓稳 女人就这样缓缓下降掉 在下面一命呜呼 可令警方奇怪的是 他们并没有在女人身上 找到月神之类 并且根据视频监控 他们也并未发现 女人究竟将项链藏在哪里 罗队接着再次来到交易场 从她多年的办案经验来看 脑海里立刻想到 女人可能经过的地方 这正是一个刑警的基本的推理 而此刻泉水的反光 吸引了她的注意 她顺着光线果不其然 在水中找到了月神之类 可令他们不解的是 女人又为啥非要把项链藏在这里呢 原来这条项链里 隐藏了一串神秘的数字 一个拄着拐杖的人 也悄悄地从水中 将月神之类拿了出来 随即就用超清相机 对项链拍照 做完后那人便将项链 又丢回了水池内 而女人在路口被撞飞 也正是这位幕后黑手指使的 做这一切 就要为了封存这条项链的秘密 就在这时她忽然注意到 整齐的衣柜上 一块黄色的残留格外显艳 接着罗队抠出一小块 拿在手里仔细端下 发现这不是她要找的线索后 又把视线落在了地面上 这是一块反射着光芒的碎片 映入了她的眼帘 罗队缓缓地弯下了腰 接着捡起了那块碎片 拿在手里仔细一看才发现 这正是文杰手机屏幕的碎片 也就是说文杰在那个时候撒谎了 而且在之前的审讯室里 她想起丁生火 当时偷偷用摩斯密码 与文杰沟通 罗队立刻意识到了不妙 于是到了晚上 她再次找到了文杰 在罗队的质问下 文杰赶紧装傻冲了 可罗队听了这话却是急了 当场就把文杰给训了一顿 最终二人为此大吵了一架 我已经在油温馆的地上 发现你手机碎屏的玻璃茬了 你哪没拿掌门 哪没拿红魔 这也是天才少年与老辣刑警的第一次隔阂 光明与黑暗的分离也成为了整个剧中最经典的一幕 但是如果你选择光 我会陪着你 感谢您的提醒 在回家之后 文杰还是不能理解 眼前的红魔片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但好在丁生火当时在发送邮件时 文杰就悄悄从背后把对方的邮箱记在了脑中 为了弄清楚父亲的死因 接着他准备给这个邮箱发一条交易信息 你们要的东西在我手里 而到了三天后 文杰就按照约定的地址准备与对方见面 不料这是他的后背上突然顶出一把刀 接着罪犯就拉着文杰准备找个地方谈谈 然而对方却殊不知 警方为了保护文杰早就在这一带设下了陷阱 文杰则成了这条大鱼的诱饵 不过这个罪犯也很谨慎 来之前还提前挟持了文杰的两个朋友 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后文杰这时把手放在了椅子上 接着利用手指打起摩斯密码 他希望周围的警察能注意到 然而不幸的是 外面警察藏匿的位置根本看不清文杰里面的手势 在逼不得以下 文杰不得不把掌纹和红膜藏匿的地方说了出来 而当他被罪犯推进车里时 周围的警察也赶紧追了出去 随后罗队便走入店内调取附近的监控 透过监控他注意到了文杰的不对劲 并瞬间将他的摩斯密码破译 然而他的上级却并不认同他的看法 因为上级总觉得文杰极有可能是共犯 放长线钓大鱼才是完美上策 但就在他们分歧的这几分钟里 文杰很快就被转移到了另外一台车上 此刻的文杰已经被对方用绳子捆了起来 眼睛还被黑布丝丝绑住 这是一个穿高跟鞋的美女走了过来 周文杰 初次见面你可以叫我红姐 周文杰你告诉我 这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啊 这不是你们要的东西吗 但奇怪的是 虽然盒子里面有一只红魔及一个掌纹 但对方只需要红魔 却丝毫不明白里面的掌纹有何用途 其实当女贼把月神之类偷走的那一刻 他让富豪太太用手打开箱子时 那个掌纹正是富豪太太的 由此可见 这个犯罪团伙内部并非团结一致 但现在最重要的是 文杰应该怎样逃出这间库房 而接下来则是他这个天才少年自救的开始 文杰先是确认了下屋内的环境 寻找像钉子一样锋利的东西 接着利用后背撞击桌面 直直把钉子打散落在地面 最关键的一步来了 他先是用钉子最锋利的一脚插入锁心内 一手转动再配合另一只手拉动 就这样文杰巧妙地打开了手上的防盗口 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切 都是因为文杰的父亲在十年前为他做的一个小测试 爸爸想考考你 接着文杰又把房顶的顶棚拆掉 充分利用屋子里的杂物顺利抵达了二楼 不过外面却是有人一直坚守 他必须先躲到二楼的一个角落里 等待对方来到仓库时 他在用这短短的时间差迅速钻出去 可不料外面还是有人把手 文杰见状果断向后逃跑 可不料前方却是一条死胡同 就在这危机时刻 这个黑衣人用精湛的手法撬锁 很快便将房门给打开了 文杰也因此成功逃脱了出去 然而当他来到外面时 这才发现那个黑衣人已经消失不见 他来不及多想什么 果断来到警局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警察 当警察发现这一线索后 一查之下立即找到了罪犯的藏身之处 与此同时 没多久 红姐就跟手下上了一艘轮船 接着将背包里的红膜片取了出来 将红膜校准到探测器上 很快轮船里的保险库就被成功打开 随后他们将剩下的背包都塞入了保险库内 在确认周围无人发现后 他们这才从轮船下来准备离开 可就在他们认为自己的计划会完美进行时 乃至警察来的正是时候把他们录给堵死了 但一问之后警察才知道 他们都是被人利用的棋子而已 而在这些罪犯眼里 背后老大是一个如同上帝般的存在 道上的人都称呼他为先生 这些罪犯以前的日子并不好过 有被渣男抛弃的女上班族 有整天泡在网吧度日的无业游民 直到他们遇见那位先生 是先生重新点燃了他们生命的希望 同一时间文杰走进了一家手表店 他望了望桌子上的那些工具 再看向正在修表的老板 他立刻就明白了 看着话说到这份上 大叔也不能再隐瞒下去了 原来大叔的名字叫许正清 跟文杰的父亲是同门师兄弟 而论辈分来讲 他正是文杰的大伯 而大伯接下来的话 却让文杰感到不解 可是孩子 我不感认你 对不起 是我 害死了你父亲 他的话里似乎有话 原来这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这天许正清刚回家 就在房间里发现 多了一把湿漉漉的雨伞 他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 看样子家里来了不速之渴 但出于安全考虑 他还是从旁边 取下了一块石头用来防身 可闯进房间的人 却静静地坐在那里 你是谁 盯着我 你的同行 至于丁生火的来意 就是为了利用许正清的偷窃能力 为他盗取一件珍贵的国宝 而这张照片的画作 正是那件价值连城的国宝洛神 但是藏着这幅画的宝库 却有着全国最先进的防盗技术 而他则想让许正清在十分钟内 为他们打开金库内的三把锁 说完直接便让许正清开个架 许正清听完后很是动心 但毕竟自己的能力还是有限 随后他就将自己的师弟庄耀白 也就是文杰的父亲 介绍给了丁生火 庄耀白听闻他要盗取的是洛神后 就一口回绝了这个合作 可丁生火却是不肯死心 于是趁着庄耀白出门的时候 潜入了他的家中 还把他妻子给绑架了 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威胁庄耀白来合作 没想到就在这时 原来庄耀白的妻子患有严重的气喘 被这么一绑架也让他的病情加重了 因此还差点丢了性命 庄耀白顿时大怒 他眼神充满愤怒地盯着丁生火 虽然妻子被送到了医院 可却由于支气管竞篮最终抢救无效死亡 眼看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丁生火却依旧不肯放弃 甚至说如果庄耀白一开始同意联手 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 庄耀白很清楚自己和眼前的男人不同 自己只不过是个盗窃犯 而对方却是彻头彻尾的恶徒 为了不因此让儿子走上同样的命运 最终他只好帮助丁生火盗取了洛神 可不料在开车途中出现了意外 最终车子意外掉入河中 许正清在新闻中得知了 湿地落水的消息后难过及了 他很担心丁生火也会害了文杰 但由于自己也是盗窃犯的身份 他只能暗自保护着文杰 一直到文杰被福利院领养他 这才松了一口气 听了这话后 许正清整个人都不好了 并表示自己调查了先生整整12年 而丁生火的幕后还真有一个犯罪团伙 他们的首领则被称为先生 而由于先生年轻时出过意外 所以现在不得不拄着拐杖 但却没人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他只用网络来操控自己的手下 而为了能找到这个先生 文杰首先要做的就是找个人 而这人正是拥有绝密资料的廖德彤 这天廖德彤正在给他的女儿办派对 文杰和许正清便趁机溜了进来 廖德彤为了配合魔术表演 随后果断趴进了一个箱子里 可就在他要出去的时候却被电晕 原来这个小丑正是许正清假扮的 而一起陪同的文杰 则假扮成廖德彤把自己装进了玩偶里 做这一切只为给许正清争取时间 但出乎他意料的是 没想到罗队竟然也出现在了这里 为了以免自己被发现 文杰赶紧装作肚子疼灰溜溜地离开了 但他的行为太过奇怪 很快就引起了罗队的疑心 而廖德彤却坚守秘密 即使手指被掰断也不肯泄露这个秘密 这还不算完 这时罗队已经来到了走廊内 廖德彤却表示自己没事 刚才的衣服太热了所以才冒汗 而看到廖德彤安然无恙后 罗队这才松了口气 然而就在他要离开的时候 却注意到廖德彤的手不由自主地发抖 而当他关心询问时 廖德彤仍然表示自己没事 谎称不过是刚才换衣服时不小心磕在桌子上 尽管他说着没什么 但罗队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接着便推开门搜寻 结果还真让他找到了端倪 幸好当他离开时并未看到打开的窗户 原来就在刚才 文杰为了使廖德彤招供 甚至不惜下跪用感情牌来讨好他 表示自己是为了调查杀害父亲的凶手 如果您能看在您和家父的交情上放走我们 那我将永远感激不尽 但如果您今天咽不下这口气 要把我们交给警方 那我也认 在这一番话下来后 廖德彤顿时陷入了思虑 他作为装药百生前最好的朋友 也算是见识到了文杰的血性 接着干脆将自己的眼镜给摘了下来递给两人 而这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近况 里面却隐藏着U盘 回家后文杰也是果断将他连上了电脑 里面正是先生费尽心思想要找到的名单 此刻罗队调出了现场的监控 很快就注意到了文杰的身影 接着他也是再次来到文杰的住处 可就在罗队进屋的时候 却注意到桌上有两杯水 于是便问文杰家里是不是有客人了 许叔 这是刑警队的队长 罗队长 我的朋友 许叔是我家老宅的访客 过来跟我聊一聊明年续租的事 你好 两人握了握手却彼此都紧重眉头 为的就是不让对方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而罗队来这里也并非简单的聊天 于是在临走前把文杰叫出来单聊 询问他昨天去廖德铜家干什么 文杰解释说自己只是去那边订的餐厅罢了 然后罗队问了一句 你这里边还多了个莫名其妙的人呢 真是你方客吗 什么人 他真的是 眼看文杰口是心非 罗队没办法也只好离开了 而就在两人继续往下看名单的时候 许正清忽然注意到里面有一位名叫戴梦德的他似乎认识 但他却并不确定两人或许只是同名 接着他带着文杰见到戴梦德后 也是终于知道了这张名单的用途 原来这是一个秘密拍卖会的成员名单 并且里面拍卖的物品都是幌子 以左边的便宜或对应右侧真正价值连城的古董 这时许正清发现了不对 他注意到里面的物品出现了洛审 而在左边对应的却是金麒麟百件 怪不得先生想要这份名单 原来也是冲着想要得到洛审 这一下就有了线索 于是文杰询问戴梦德 问他知道这个拍卖会在什么地方吗 邮件里面写 只是附件里有个邀请函 可这份邀请函里的视频也并没有指出具体位置 就在二人疑惑之时 文杰这时注意到视频中的水壶反射出一行字 他将视频截图后随后进行翻转 最终发现了这是一家酒店的WiFi密码 最终在搜索下也是找到了酒店里的具体位置 与此同时罗队也接到了一条神秘的信息 他原以为是一条垃圾信息 但仔细一看 上面却写着洛神即将拍卖 接着他将近十年的资料都翻开了一遍 那些不好的记忆也慢慢地涌了上来 十多年前他只是在路边吃了一碗麻辣糖 却不想因此害死了自己的师傅 师傅在执行一项任务时 不慎脚下一划最终意外从半空上跌落 就在他快要失去意识的时候 他用尽全身的力气给徒弟去打电话 不过罗队一看是师傅打来的 还以为师傅又要训斥他呢 在迟疑了一会后就挂断了电话 他只想着享受眼前的美食 师傅拼尽全力又拨打了一次 可他却淡定地把手擦干不紧不慢地拿起手机 可就在他接起电话的那一刻 不料手机忽然就关机了 与此同时师傅这事也已经奄奄一息 等到罗队回到警局后 同事也是质问他为什么联系不上 你师傅出事了 谁 你师傅出一拜从楼上摔下来了 罗队这才意识到大势不妙 然而当他抵达医院时 师傅还在急诊室里面抢救 小罗 你师傅最后有电话是打给你的 他受了什么 可他根本没能接听到师傅的电话 甚至根本不敢去看师母的眼睛 只能愧疚地表示手机没电了 当医生走出手术室的时候 众人顿时一拥而上 医生却表示我们已经尽力了 此言一出众人顿时目瞪口呆 所有人连忙冲进手术室里 只剩下罗队一人留在原地愧疚不已 与此同时新闻也播出了突发事件 一个盗窃犯将名画洛神偷走后 最终不慎开车掉进了河里 罗队这事才忽然想起 师傅执行的最后一次任务 就是有人举报说洛神即将被打 那也就说明师傅的死一定 和盗窃犯庄要摆有着某种关系 但最终因为庄要摆下落不明事情 就这样过去了 直到十年之后 罗队现在已经是刑警队的队长了 这次却再次收到洛神有关的短信 为了找出师傅的真正死因 随后他去了师母的家里 把师傅生前所有的资料都查阅了一遍 果不其然找到了线索 他在一本书中找到了一篇破纸 最终顺着线索知道了 这是一家老餐厅的菜单 接着罗队开始挨家找 并把纸递给了餐厅的老板确认 这好像是我们家以前菜单啊 最终也是确认了具体的餐厅 接着他向老板提问 十年前你可曾看到这张相片中的人 你放心啊 不用紧张 他不是坏人 跟我一样也警察 好在老板确实想起 十年前来了一位警察 但具体什么长相却忘了 只记得他有过来询问 有没有异常现象 老板说那时有三个客人吃饭 而其中有两人发生了争吵 他们还是人吗 而几人应该没走太远 罗队的师傅听闻后果断出去追赶 而且还有个好消息 老板做生意非常谨慎小心 在十年前就安装了监控器 可两人在仓库找了很久 也没有找到那张光碟 而就在罗队要走时 一个送餐员引起了他的注意 接着罗队将上面的光碟取了下来 翻开一看果然是这张 尽管已经进行了技术部门的修复 但这张光碟还是画面残缺 他们只能模模糊糊地看见 其中一个是装药摆 另一个人是丁生火 但由于第三人背对着摄像头始终也看不到他的脸 而当时罗队的师傅之所以衰落下去 也正是木板上被人涂上了油 所以才狡猾从高空中衰落 罗队终于明白了 原来杀害师傅的正是那第三个人 而那个人大概就是先生 与此同时 文杰身着西装准备去参加地下的拍卖会 准备与先生来次正面交锋 很快他与许正清赶到了拍卖行现场 在场的也都是全球最顶尖的富豪 而为了能偷到名花落神 他们也必须拍卖其中一件藏品才能知道宝库的所在位置 为了不引起怀疑 两人也必须装出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 这是一个拄着拐杖的人引起了文杰的注意 难道眼前的这个男人正是传说中的先生吗 而为了确认对方的身份 文杰连忙跟在他身后 我来恭喜一下这位先生 看到这一幕 许正清连忙出来打圆场 你不觉得那就是先生吗 而许正清则表示 我也觉得他是先生 但你不觉得奇怪吗 先生和我们是冲得落神来的 又怎么会对第一件物品感兴趣呢 这是当两人回到酒店的时候 许正清撬开了自己的手表 里面藏有一个定位装置 原来就在文杰追过去的时候 也趁机把定位器装进了对方的口袋 现在只要跟踪好对方 便能找到落神宝库的所在位置了 之后文杰冒充电梯管理员 决定去目的地看看情报 可就在他走出电梯的时候 就碰见了那位貌似先生的人 并且他还捡到了对方 掉落在地的房卡 而文杰从前台那里得知 先生居然把整个12层楼都包下来了 同一时间罗队收到消息后 也打算过来调查 文杰则趁着保镖走后 迅速地混入电梯管理室 可哪成想罗队竟然也来了 而且还在电梯里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 他注意到电梯按钮竟有规律地闪动着 他想起有一种特殊的摩斯密码 是用输入法九宫格代替的 刹那间罗队豁然开朗 开始尝试破译里面的信息 而能用这样的方式 向他传递信息的也只有一个人 那便是文杰假扮的电梯管理员 接着二人在酒店的后院会合后 文杰马上跟罗队报告了里面的情况 楼上的假面舞会 其实是地下拍卖现场 拍卖的物品正有洛神 而先生要开始打洛神的主意了 一旦被他拿到 那么以后再想抓住他就很难了 不过现在罗队最在意的 并不是洛神和先生 而是文杰的安全 随即文杰和许正清在楼道会合 而为了观察到情况 于是他们将手机系在扫把的末端 随后打开了走廊的窗户 然后将扫把伸出窗外 一直到手机能将上面的情况 拍下来为止 但诡异的是 只见拍摄视频里 有个男人正在扒电梯门 而更让人吃惊的是 只见12层的指示牌 现在变成了13层 甚至走廊上的地毯 都经过了改造 二人终于反应过来 先生这是打算把12层 伪造成13层保险库的样子 这样他就可以打造一个假的交易现场 而购买洛神的买家前往13层时 在经过管理员的刻意操控下 就到了先生安排好的第12层 并且这个宝库很隐秘 只有在地下才能乘坐电梯上去 先生的手下则在电梯井提前做好手脚 然后便在楼顶等待着信号 一旦交易时间结束 手下就会从电梯井下降到13层 接着就能和12层的同伴配合 等拿到买主的认证卡片时 就可以代替买主的名义领取户 最后等到洛神到手后 手下就能原路返回 而他们只需在第12层稍作停留 真正的买家就会误以为自己完成了交易 却不知取到的不过是服验品 这样一来 他们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盗取东西了 至于刚才扒电梯的人 只不过是他们进行的一场测试罢 而为了让先生的计划落空 文杰准备独自前往升降机 而许正清则负责控制电梯来协助他 接着他运用高超的开锁技术 很快就破开了控制室的大门 然后偷偷走到电梯员的身后 用工具敲昏对方 成功地控制了电梯室 文杰 我看见一个买主 进了电梯 手里另个箱子 感觉很重啊 文杰突然想起了什么 那件很重的东西一定就是青铜顶了 而按照一次排列 下一件藏品也一定是洛神 那抓紧时间啊 快点 可就在文杰要动手的时候 这时只见罗队来到了他的身后 我已经通知我们大部队了 你别胡闹 他们马上就会过来 先生准备了一套 非常完美的盗窃计划 马上就要动手了 难道你就 眼睁睁看着洛神再一次被盗吗 此言一出 不禁让罗队想起了十年前的一幕 他可不想让洛神再次变成噩梦 于是决定现在就行动 随后二人当即从22层的通风口爬了进去 与此同时拍卖会也结束了 买家此刻正准备上车前往提货 而罗队为了看清下面的情况 也是把手机通过通风孔拍摄 可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手机不小心掉在了地上 二人见四下无人于是从通风口爬了下来 结果当罗队拿起手机时 却发现手机已经摔坏了 为了以免打草惊蛇并查看上面的情况 两人准备透过窗外往上爬 这时罗队不慎狡猾差点掉了下去 好在文杰及时将他拽了回来 两人就这样沿着绳子一路向上来到了大楼的天台 罗队很快就注意到了先生的手下正在动手脚 接着他悄无声息地走了过去 打算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但就在这时 见状不妙 两人很快就扭打在了一起 而这时文杰也终于爬了上来 但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帮罗队 反而假装成先生的手下 利用绳索从电梯井里爬了下去 这时的买家也已经上了电梯 为了以免被发现 文杰也必须用最快速度抵达13层 您好先生 请出示一下您的身份验证卡 请注意这名保安的手势 一张卡片就这么被他轻易调换了 这时当文杰顺利抵达下面后 以最快速度换上了拍卖会的服装 再从上面的缝隙跳下后 最后以绑鞋带的动作拿到了卡片 这时的罗队也在搏斗中战胜了歹徒 只可惜他现在和罪犯绑在了一起 而由于刚才战斗的太激烈 不慎把钥匙扔了好几米远 筋疲力竭的他也只能全力取钥匙 这时当文杰拿到落身后 再次用同样的方法爬上升降通道 在电梯下落的过程中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紧抓绳索以免自己坠落 这时当十二层的罪犯打开电梯门时 发现同伴却并没有出现 当他抬头向上看时 这才注意到落神被文杰拿走了 这时的罗队终于拿到了钥匙 他本以为文杰能回来与自己会合 但此刻文杰却闪过许正清所说的话 那就是一旦落神落到警方手中 那他也再也无法找到其中的秘密了 更不能知道父亲的死因了 文杰下定决心后 接着配合一脚跳到了电梯口旁 这时当先生手下知道户物被抢走后 立即进行了地毯式的搜查 然而他们却不知道 大批警察已将这座大楼团团围住 很快就将整个地下拍卖场的人都抓了起来 但现在的罗队脸色却很难看 他打了十多次电话也没能联系上文杰 文杰带着落神消失了 而且先生也没有抓住 不过幸运的是 警察从天台那名手下的口袋里 找到了文杰放置的定位器 而这个小东西也将在不久后挽救文杰的小命 此刻的文杰在落神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棋盘 这时他想起小时候父亲让自己摆过一次棋局 还硬是逼着他必须被送 做不到就罚他晚上吃钉子 起初文杰以为父亲在开玩笑 但父亲却一脸严肃地告诉他 你必须记住 文杰顿时被吓得说不出话来 最终这才默默记下了整个棋局 不过这里面的却是多出了四枚白棋 但这个跟我印象中的不一样 许说你看 这里 还有这里 是没有这些棋子的 为了弄清这四枚棋子的位置 许正清也是多次与他确认 我父亲给我看的棋局 绝对没有这几个棋子 这时许正清却喃喃说出了奇怪的话 不管是警方 还是先生 都不会 发现这 图上的秘密了 文杰打算将棋局报告给罗队 可就在他打字的时候 他忽然觉得后背散发寒意 在一片模糊的视线中 他也看到了这个将自己敲晕的人 正是自己的大伯许正清 罗队为了找到文杰 很快就来到了这间老宅 只可惜屋里早就人去楼空 他终究还是来迟了 与此同时 许正清正潇洒地开着车 最爱的洛神放在了副驾上 而文杰则被他锁在了后背箱里 接着他在河边停下车放下手杀 他想要用这种意外的方式 让文杰彻底人间蒸发 但他却怎么也想不到 当初文杰放入罪犯手中的定位器 竟会落到警察手里 最终警方通过技术部破解 也是迅速定位到了文杰所在的位置 罗队在知道消息后 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紧接着立马给文杰的手表拨通 紧急呼叫 文杰在听到铃声后 他挣扎着用食指按下的接听键 罗队的瞳孔猛的一锁 可此刻文杰的嘴巴还缠着胶部 无奈也只能用肢体发出微弱的声音 而眼看着车子要被浆水吞没 文杰这时记上心头 采用敲打手指的方法输入摩斯密码 这时河水已经从车厢里灌了进去 很快就会将文杰完全淹没 在这危机时刻 他突然想起童年时父亲为了让他提高肺活量 每天都让他在水里憋起 假如父亲当年就是用这种方法摆脱绝境 那么他也一定能行 文杰使出了仅有的一点力气 最终一脚踹飞了进水而松动了车灯 紧接着罗队一个猛子扎进了水里 注视着损坏的汽车后灯后 他立刻意识到文杰应该被锁在车后 最终文杰靠着坚强意志获救了 而此刻文杰的意识里 似乎还停留在水中没来得及逃走 但却能隐约听见罗队的声音 想要完全从黑暗中走出来 最好的办法就是 而在文杰醒过来后 也是果断和罗队见面 但他却只能以嫌疑犯的身份对谈 这时罗队将一块平板递给他 里面的那人正是先生 你看他着急吗 你看他像不像是在这儿 故意消磨时光 他在这儿故意在等什么人 原来先生之所以不上电梯 就为了等他出现 然后故意将房卡掉在地上 迫使让文杰捡到 而唯一知道他上电梯的 也只有许正清 如此一来 那么也说明许正清可能是先生的人 可那段十年前 餐馆的监控又顿时改变了文杰的猜疑 他注意到监控里 那个始终保持背影的人忽然伸出左手晃动两下 直到这时他才反应过来 那正是许正清的习惯性动作 许正清 罗队满脸不敢置信 原来那个一直拄着拐杖的 不过是许正清安排的贾先生 而许正清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先生 许正清 才是真正的先生 而终于来到了揭晓答案的时候 洛神中奇怪的棋盘 月神之类的神秘号码 以及文杰消失的父亲 所有的蛛丝马迹也在此刻串联到了一起 原来这要追溯到民国战争时期 当年各大军阀结成了联盟 要把多年搜集的宝物都送往巴蜀之地 只是因为距离太远 有一队人不幸失散了 日寇听说了这件事后 于是就打算抢走这些文物 为此还派出了一架无人侦察机 为了不让国宝落入侵略者之手 队长决定将这些宝物藏在洞穴中 而为了能方便以后找到 他们还要设计一个不让日寇发现的坐标 于是就在洛神的气盘上 滴落了一些带有荧光物质的油墨 又在月神之类中雕刻出几个微妙的数字 这样才能确认位置的精卫度 等洞口完全被毁掉后 于是月神之类就被送到了一名考古学家的手中 而洛神则交给了文杰的爷爷 接着他们达成协议 在战争结束后再前往地点汇合 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此别后就再也没有相见过 此刻文杰的身体也逐渐康复了 接着他将这一发现告知了罗队 我明白了罗队 要想把棋局上这些棋子转化为数字 可以用直角坐标来代替 在水平轴和垂直轴上交替 就可以从中得到四个两位数的数字 而这四个数字合在一起 会不会就是精卫度呢 为证实这个猜测 罗队便通过地图查询 果不其然真发现了那个神奇的坐标 与此同时许正清带着几个兄弟 也正准备前去挖宝藏 却不知司机早就换上了警察 这掉了兄弟 紧接着埋伏已久的警员们 纷纷将他包围了起来 恐怕许正清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精心设计的一切 最终还是败给了文杰和罗队 而文杰还活着让他很意外 直到现在他才把所有的一切坦白 原来当时威胁庄药百偷落神的正是他 要不然你抓紧时间吧 要不然你儿子就得去见他妈了 而当时妻子一命呜呼后 庄药百眼神紧紧瞪着的不是丁生火 而是他身后的许正清 他甚至把油撒在了板子上 害得罗队师傅追赶时不小心摔倒 接着他故意把梯子砸去 才害得师傅身亡 而庄药百落水不知所踪 这一切都在许正清的计划之中 当时在庄药百盗取落神后 于是便趁着他不被食 悄悄用工具对车子动了手脚 随后已不让警察发现为由 欺骗庄药百把车开到停车场 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惨剧 而那个菜单上的留言 也正是庄药百给罗队师傅写的 你父亲 曾经一直想堂堂正正地站在阳光里 两人一起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 也证明了文杰骨子里是站在正义的一方 丁生火最后被判处终身监禁 许正清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随着时光的流逝 最终文杰也是在校园遇见了真爱 因为对方简直太像他三弟了 尽情洋溢着青春散发的活力 这种女生文杰又怎能不爱 而就在两人一起散步时 文杰又收到一条莫名的信息 里面表示祝贺你 你做到了 文杰顿时就被惊出一身冷汗 这个人到底是谁 难道真正的先生另有他人吗 又或者说自己的父亲其实还活着 剧情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视频请点赞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